首先最令我喜出望外的科目就是中文和数学 我本身对中文和数学这两科的信心都没有那么大 虽然中文的成绩一直都是预计之内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飘浮和比较不稳定的成绩 所以就觉得是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出来的成绩都是有五的 都是令到我觉得很惊喜和很惊讶的 在数学方面我一直都很想拿四这个成绩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只是拿三的 我是没有想过自己是可以拿到四 其实这个也是令到我觉得很惊喜的一件事 其实在放榜之前我是很担心 还有很紧张自己其实是有没有3322 又或者是更加高的成绩 还有都想如果我没有3322的话 那么后脑是怎样的 所以其实其实都是没有想过自己是考得这么好的成绩 还有这个不是我预计之内的 虽然之前学校帮我们做的Pretty Gray那里 都是跟现在的成绩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 虽然Pretty Gray那里的成绩是跟现在差不多 但是我都是我的预料之外的成绩是 那么特别方法和秘诀方面 我就觉得可以多些利用一些比较小的时间 还有加上现在的疫情 就是多人 每个学生多数都是留在家上课的 其实我们是拆了一些搭车 放学吃午餐这些时间 我觉得可以多些利用这些空间 来分下你之前写的笔记 又或者是用一些语言 或者看多些文章 听听听 是对你们的学习有多些帮助的 那么具体的方法上 我就觉得累積是重要的 累積的例子就例如是写笔记 又或者是做一些自己 书上面的一些图案 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帮助 帮助到你们 就是 温习或者是准备你们的DSE 那 我觉得 笔记的话 其实每一科都需要准备 不论是中文 英文 还是数学 或者是你们的X科都好 都可以准备一个 你们专属的笔记 那 我觉得写笔记 其实是 是记下你们一些曾经犯过的错误 那可以提醒你之后不要再错 又或者是一些你曾经不懂的字 又或者是一些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 你都可以写下去 令到自己对这些记忆更加巩固 那我最想多谢的老师 就是Miss Yao 幽远青老师 那她是中四 是做了我们的班主任的 那一开始我对她的印象都是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觉得她好像比较严肃一些 没有其他老师那么friendly 但是实际上 让她去教历史或者是做班主任方面 其实呢 是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和经验 那她也都提我们不要那么紧张 只要博进无悔就可以的 那其实做就可以了 她就这样和我们说的 那我觉得这几点都令到我很深刻 而且都是令我对自己有更加大的信心 那所以呢 就很想多谢Miss Yao 那除了Miss Yao之外 我最想多谢的是自己和朋友和父母 那在自己方面 就很感激自己 可以捱过这一段那么艰难和那么长的时间 可以很专注地去准备我的麻烦史 那我的父母都给了很多支持和鼓励我 令到我都是有更加大的信心的 那朋友方面呢 那我和朋友呢 都谈过很多关于前路的问题 比日来的问题 就算我们感到很迷惘也好 但是我们也有对方呢 可以是互相扶持支持的 那所以都很想多谢自己 和自己呢 家人呢 和我的朋友 就会帮忙 那我们来帮忙 支援 我们来帮忙 我们来帮忙 都要找到小人 小人 也有关系 我们来帮忙